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 扎西德勒 扎西德勒 请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各位导师好 我叫杨金捉嘎 我来自藏区 我是一名家荣藏族 杨金捉嘎 诶 韩老师你的本名好像叫杨金捉马 对 杨金 小时候叫杨金捉马 后来把捉马去掉了 为什么 因为太熟悉了 啊 熟悉吗 因为我自己去掉了 那捉嘎呢 捉嘎就捉嘎呗 捉嘎也很多呀 你在拉萨的街头一喊 哎 捉嘎 很多人回头 好几百个捉嘎回头 但是对我们来说很特别 很好听啊 这个名字 这藏名好像也有意思 是不是 你也可以这么叫 对 那你帮我猫取一个名字 鲜鲜佐嘎啊 哈哈哈哈 你是说佐嘎 你叫很多人转过来吗 对 鲜鲜佐嘎只有一个 OK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就是傻的意思 哈哈哈哈 哎呦 今天要为我们唱什么歌曲呢 啊 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长大了也很喜欢的一首歌叫穿行 哦 小时候也很 哎 我有那么老吗 韩红老师的歌曲 小时候就很喜欢的歌 我也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说 我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了 等一下 佐嘎今年几岁 32岁 32岁 小时候就喜欢听你的歌 韩老师也是从小就唱歌嘛 韩老师从两岁的时候就唱歌 我开玩笑的 你不要生气 您是 呃 没有没有 没事 喜怒喜怒 哎 32岁小时候听我唱歌 我57啊 我 哎呀 佐嘎 请你准备 好 下去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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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路未尝尝 天狐妖 歌手为谁 彼此知道 看着 超白的人们 听着 听着声歌 响音飘飘 人忽悠 思念为谁 我知道 所有的人起来 国中马跳起来 看白人的生活 是这样的自在 姑娘们唱起来 汉字们跳起来 母人的生活 在山水间穿梭 在山水间穿梭 身体燃起来 汉字们跳起来 我感觉刚刚好像很多牛儿在这里 云儿在这里 感觉像雪山天池那种感觉 而且他唱到那个最高音的爆发力很强 他其实根本就不用麦克风 他麦克风是拿很远的 那个穿透力很厉害哦 可不可以再听他唱一首歌啊 他声音好好听哦 那我就唱一首敬酒歌 好 我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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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擅音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就是唱唱歌 然后写写歌 也就是唱唱歌写写歌 我们也就干这些事了 对啊 意思说还有其他更大一些的国家大事 没有 因为我的 其实来孟之深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父亲 他是藏族家荣国庄的传承员 然后他已经退休了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来到这里 我觉得应该基成他的这样的一个视野 因为这个舞台是林梦想很近的舞台 稍等一下 说得非常好 掌声继续给啊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藏区里面有一个嘉荣藏族 他是在四川一带的 跟甘孜阿爸 然后嘉荣 他是在这一带 他不是在拉萨那边的 他的父亲呢 就是收集和传承 嘉荣锅庄的唯一的一个老先生 是个乐器吗 No 嘉荣锅庄是一种舞蹈 我请他跳一段锅庄给大家看 也借此宝贵的机会来宣传一下我们的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属于我们藏民族特有的 应该传承 应该被大家发扬 应该被大家保护和牢记的 属于我们藏民族自己特有的东西 那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谢谢 谢谢 很好看耶 那个手的动作 如果再加上那个袖子 一定会很漂亮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可爱女人 那我们一起来吧 一 二 三 走 谢谢 欢迎加入偶像学院 我是下一个中国偶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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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